我們會在投票日,即是2021年12月19日 在鄉原圍、羅湖和洛馬洲之線三個出入境管制站 即是內地相對應的連堂、羅湖和福田口岸 香港一則設立投票站 稍後政府會刊登憲報公布有關的安排 而身在內地的香港已登記的選民 在符合有關條件後 便會安排返港在有關的管制站、投票站進行投票 並即時於同一個管制站返回內地 可豁免在香港及內地的檢疫要求 為了避免增加管制站、票站的病毒傳播風險 票站會採取全閉環式的管理 投票時間結束之後 投票站會轉變成點票站 除了已經獲偏配到管制站的選民、候選人和代理人 以及參與選務工作的人士之外 將會嚴禁任何人士進入管制站、投票站的範圍 而且是不設公眾觀察、投票、點票的安排 為了確保有關安排能有序進行和有效控制疫情的風險 所有參與今次安排的選民都必須預先進行登記 而安排則適用於任何已經登記為2021年 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的選民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今次的特殊安排將不適用於選舉委員會界別的選民 因此在今次特別安排中 管制站、投票站將不適用選委會界別投票的安排 為了確保安排實施有序暢信 今次的安排將採取預先登記制度 並會設名額限制 三個管制站、投票站的最高登記名額合共為11萬1千個 分別為鄉原圍連堂3萬3千個 羅湖4萬2千個 以及洛馬洲支線福田3萬6千個 而名額將以先到先得認識去分配 好, 糟糕 好, 糟糕 我安排 今日這邊提議 則我們可以提議 農邀請 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